你一尿掉就是你血的血量就减少 血量一减少 你的血的粘度会很高 所以一般来讲 晚上你不喝水 一般中风会在凌晨 所以你经常喝杯 船头发杯温热水 你尿了多少料理就喝多少水 所以你讲了个人 泡了热水 搅拌打了中风 那就是个案 你要有限界条件 它是什么状态 身体条件是什么 不能让那个通着说 数着水 搅拌打了中风 这个话是说的 就是三高 五高 要注意不可断瞻起义 不可恰头气味 注意听 招药同时病用 不施用一招就解决问题 要告诉各位没有义 疾病是一个复杂的状态 尤其癌症 还有刚才讲五高 叫理论我论你知道吗 你离中有我 我离中有你 只是哪一个先凸显而已 那大约着你一定要降低你的血液连稠度是关键的 你用任何方法降低你的血液连稠度是关键的 中医来讲活血化医 就这个道理啊 为什么要活血化医 然后你肾战有问题 你要肾时益胜呢 中医很精烈的极客之法 很多慢性病都快放在里面了 这个大家不去研究 如果这些你不注意 你不去做到 就是刚才讲 你恰头气我只玩一个 那个不行 因为人不是机器 人怎么样 签一把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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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起人生的 所以它是相互让你去的 刚才讲的五招 请大家一起做到 你只做一半 好了 假设我们这样 五招 买一招二十分 你做对一招 你只做二十分而已 几格没有 两招四十分 三招六十分 妈妈呼呼 妈妈呼呼呼呼呼的 四招八十分 不错了 五招一百分 一百分是做不到的 打个折扣还有八十分 起伐忽善得福松嘛 但是你要懂啊 也不然就拿一招了 我怎么跑了 我还中风呢 你就算放了一下 得二十分而已 OK好 谢谢 谢谢 现在是十点 那